在日本海面的一个小狱村里 一位父亲正在跟仁贩子商量两位女儿值多少钱 只因为生活过得实在是太过于贫穷 当价格一些都谈吻后 千代和姐姐夏子就被人给带走了 仁贩子将千代卖到了京都的纸园 移住一女生存的地方 而来到田之屋的只有千代一人 一双蓝灰色的眼睛 让之屋的妈妈非常的欣赏 所以买下了千代 但姐姐夏子却不知所踪 这肮脏的环境让千代无时无刻都想离开 想去寻找自己的姐姐 但从来没有人能逃离田之屋 在之屋里有一位年龄跟千代相仿的少女小兰瓜 她犹如千代的姐姐一样照顾着千代 教导了千代在之屋生存的法则 而田之屋里的头牌出逃 在所有之屋里甚至整个京都都是最顶级的遗迹 但不管那些异迹如何的出名 他们终归都要听命于植物的妈妈 而千代和小兰瓜就是植物里的储备 他们每天需要干着出活 然后去学习异迹该学会的各种技能 但不管何时 千代只挂念着自己的姐姐 而千代甜美的长相 却引来出逃内心的嫉妒 因为她害怕长大后的出逃 会取代自己的地位 所以她对千代是百般的刁难 告诫她不许碰自己任何一件物品 但妈妈并不知道这一切 再一天 她命令千代收拾出逃的房间 而这一幕也被出逃给看见了 但这一次 她却出乎意料地对千代温柔细语 还告诉千代如果帮自己做一件事 就会告诉她姐姐的下落 而这代价就是要千代必须听命于她 不得反抗 她让千代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偷一套和服 而这套和服的主人 是另一个置物的头牌 真美宇 一位同样是京都顶级异计的红人 当和服偷来后 出逃命令千代将和服毁掉 而这件事很快就暴露了 妈妈无比的愤怒 而为了找姐姐的千代一句话 也不敢多说 好在有一位管家奶奶 对小千代是无比的照顾 但因为这件事 千代从此不能成为一名异计 她需要成为置物的奴隶 靠打工来敞玩那件昂贵的和服 而这就是出逃的计划 现在没有人能强盗她的地位了 但出逃也没有偏千代 姐妹俩真的相见了 但姐姐命运显然更加悲哀 因为她没能成为异计 而是成为小姐 两年约定好时间 准备一起逃走 但中途 千代却出了意外 没能及时赶到 而这意外 果不其然还是出逃害她了 之后姐妹俩就再也没有见面过 失去了自己唯一的情人的千代 每天在置物干着奴仆的生活 虽然苦 但起码 她不需要给那些异计勾心斗角 直到有一天 千代遇到一位被人叫做主席的男人 看着郁郁寡欢的千代 主席给她买了好吃的 并给了她一大笔钱 千代的脸上 浮现出了已经不知道多久 没有出现过的笑容 而主席给的钱 千代全部扔进了许愿箱 她的愿望 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异计 来释放这位温柔的男人 但这愿望 直到她已经成年了 都没有实现 长大后的千代 依旧干着奴仆的工作 但在一次偷看一季的表演时 却意外地撞见了 朝思暮想的主席 但身为奴仆的她 不敢多说一句 只能落荒而逃 而有一间甜之屋 来了一位贵客 真美宇 更让人轻訝的是 她想从妈妈这边 买下千代 并承诺 会在半年的时间 让千代偿还自己所有的债务 利益的驱使下 妈妈同意了真美宇 原本需要数年时间学习的 异计课程 在真美宇的带领下 千代只用了几个月 就全部完成 并有了自己的一名 小百合 而已经多年 没有骚扰过千代的出逃 在她成为异计后 就不断地诋毁 千代的名声 为了摆脱出逃的骚扰 真美宇 让千代 却讨好一位企业家 深江 可这件事却让千代陷入了沉思 因为深江是主席的好朋友 一位是能让自己摆脱出逃算计的男人 一位是自己遭思暮想的男人 名利和爱情到底如何选择 但千代 却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 在一场大型演出 千代以炮而红 她穿越了真美宇和出逃 成为京都最红的一名异计 她的初夜 也排出了史上最高的价格 出逃输了 她输得彻彻底底 因为田之路的继承权 是千代 而对于失败的出逃 妈妈只说了一句话 异计 哪里能够有爱情 在千代辉煌的时刻 日本在40年代的那场战争输了 京都的紫园 全部都被遣散了 千代也因主席和深江的照顾 被送到一家制衣厂打工 直到日本彻底的战败 深江才再次找上千代 而她这次是有求于千代 因为她希望千代可以再次穿上和服 去讨好一下美国的高层 以此得到资金贷款 让深江和主席重振商场 千代她同意了 但是当千代再次穿上和服 和美国上校搞曖昧时 深江内心却难受了 因为她同时至终都爱着千代 但千代的内心却只有主席 为了让深江对自己彻底的死心 千代找到了小南瓜 希望小南瓜在九点将深江带到一个房间 可小南瓜带的却是主席 而房间里却是千代和上下暧昧的场景 这一切都是因为小南瓜恨偷了千代 当年的笔试不止出桃书了 小南瓜也败在了千代的手上 站在高山上的千代想起了妈妈的一句话 果然一记不配有爱情 多年后的妈妈新开了一家置屋 并在一天告诉千代打扮打扮 准备去见一位大客户 而那客户就是路径大阪最有钱的人 深江 来到凉亭等待的千代 对于是谁的到来 她都无所谓了 只因为她不配有爱情 但是直到她的出现 她才知道自己错了 原来在她长大后 两年的第一次相见 主席就已经爱上了千代 真命运的保护 也是主席安排的 而主席之所以没将自己的爱表现出来 是因为深江也爱着千代 而深江是主席的居民恩人 但最后的最后 主席不能没有千代 哪怕自己的兄弟也爱着千代 对于爱有很多种说法 但实则可以概括为两种 一种是有限的爱情要求占有对方 而另一种是无限的爱情 则只是要求爱的本身 我们不管出生如何 任何人都追逐自己爱情的权利 当一个人已经失去了爱 那他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 更多精彩视频 请关注少年看电影 那咱们下期再见